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星田不曾反对旅游部提出的四大条件 胡敬开为此抨击叶星田在政府会议里是狗熊 在华社面前却扮英雄 国际新闻 埃及时间星期天一浪载着33名外国游客的旅游巴士 在埃及和以色列边界西带半岛遭遇炸弹袭击 导致三名韩国人遇难 埃及司机也丧命 目前没有个人或组织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 但是舆论怀疑这和埃及激进组织爱玛格迪斯有关 更多及时新闻锁定下一集的新闻快递 我是佳琪 我们上会见